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先從頭跟四肢開始 然後用 開始 然後 筆刷拉大 頭型把它拉出來 不管你是從頭長出身體 或是從身體長出頭 都OK 因為這 大猩猩它的血放肌 感覺比較 比較廣 所以頭是這個方向 然後我從這裡拉出側面的血放肌 然後再把它變小 這樣直接拉下來 然後再從側面 側面你可以轉跟它同樣的角度 這樣 把肚子拉出來 這裡有一肚子 然後把背 腰背把它拉出來 再轉到側面 把肚子稍微拉出來 然後一樣 這個是我們的血放肌 頭的部分呢 現在先別急的把臉做出來 沒關係 先把身體厚度把做出來 畫一下Mask Mask 畫一下 先大膽的拉出來 先不要想太多 然後側面這裡 拉出來 是我們的背後肌 好 現在 稍微補一下 這是 用筆刷 用黏土筆刷 畫一下 當我們在Smooth 不是很夠力的時候 按W 就是面數變多 Smooth就會變得比較 不夠力 這時候我們可以用Reduce 記住 Reduce 可以很快 但是有時候呢 面數很高 Reduce就會瞬間 出現一個美女 那就是你的背景畫面 就是當機了啦 在錄影的時候 好像不應該講這種小話 在這個過程之中呢 就是機裡 要雕不雕其實也沒有關係 按G 一樣再回到抓去 然後 格子握的部分 把它稍微抓進去 背後肌的部分 用Mask 這種 方法呢 就是不一定 反轉 然後 那我就可以 這樣就把 背後肌把它拉出來 有沒有 從這邊來看一下 再直目視一下 好 我們繼續拉手 很遺憾 它沒有上市圖 要不然 我們就可以從上市圖 看它手的關係 畫一下Mask 能用Mask做 就用Mask做 直接拉出來 也是可以 只是修的時間 可能會更長 做一下比較 那因為有透視的關係 所以 你可以自己稍微對一下 我們這樣子做 最好你都能夠 就是 反覆去跟背景做 參考做修改 然後 嗯 這邊會比較膨脹一點 有沒有 所以 用Infit 吸 吸 然後你會發現 現在我們在做的時候 W 面觸其實好像沒有那麼多了 不是說 它膨脹會自己變多 有些時候它不會 像Smooth Smooth 它就不會變 不會幫你增加 所以呢 當你不會自動幫你增加的時候 你可以用幾個功能 用D 用筆刷去畫 這樣子也可以 感覺有點像是在畫機裡 它就會自己增加 另外一個就是用G 再拉 但是 拉的幅度 再小一點 然後 要調整整體 筆刷放大 要調整 局部 筆刷縮小 先把形狀拉出來 這個 比較高一點 就是手腕 然後 黑猩猩的這個 這個 這個是我們的 後面的三角肌 然後它比較厚 比較大 所以通常它會垂下來 你要把它做有點垂下來的感覺 這樣子會比較有露感覺 把它垂下來 然後三角肌的部分呢 把它稍微拉上來 然後這邊 再稍微進來 我們這邊呢 就主要是把形狀做出來 所以呢 一邊做一邊旋轉 好 再來就是手掌 手掌呢 先把它 拉長 就是這邊手腕嘛 我們先把側面 這邊的形狀 拉長 側面 然後拉長之後 然後 畫個Mask 這是手掌 手掌部分 我們先不做 全部手指頭 先把手掌的部分把它做出來 然後側面這裡 小小的畫個Mask 看一下有沒有面 然後從側面這邊長出來 它其實要往下有沒有 好 Smooth Smooth Smooth一下 好 這邊呢 我先不繼續做 坐到這邊呢 我們把側面歪掉了 這要小心 坐到這邊 我們拉出來說 拉出了一個非常詭異的形狀 這個時候怎麼辦 看能不能補救 我們現在用這個軟體 就是要適應這個軟體 這樣能夠用Shift去把它補救回來 那就OK 如果不能補救回來怎麼辦 就按住回去 按住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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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手還沒做的時候 然後我們在Smooth的時候 你看我現在在Smooth 有時候面數呢 它就會比較沒有那麼多 或者是說手指頭就會變形 像我這種在調整 最好就是整個 而且要錄下來 這個可以用旋轉 或者是用Global 整體 把它稍微往上轉一點 調整一下位置 調整一下位置 然後或者是用G 把位置調整好 這我們等一下再來調整 接著呢 做側面 做這邊OK嗎 看得懂嗎 G 我們用這種方法做呢 而且你看這樣的軟體呢 它有限制嗎 有 但是它的限制就是什麼 像 它沒有辦法 就是我早上跟你們講 那些就是它的限制 但是 我們現在在創作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就已經是非常的自由了 把屁股先拉出來 這樣 然後把它腰伸的 屁股 就是骨盆先把它做出來 骨盆 拉高一點 都可以很大膽的 先直接做出來 就算你真的沒有想法 不知道怎麼做 拉出來就對了 從側面 現在比如說 就把它縮小到比較適中 拉出來 拉到腿這裡的時候呢 我們先把大腿 拉 再往內拉一點 再往內拉一點 然後再懸小看一下 側面現在覺得沒有那麼厚 先把大腿 轉到跟它一樣的方向 覺得好像多了一截 尾巴這樣 等一下再趕 拉出來 Smooth這一截 現在我把它去掉 去掉Smooth Mask把它去掉 再看一下布線 這樣布線就會比較圓滑 好 這裡有一個小小的技巧 當我在做側面的時候呢 當我們在做側面的時候 如果你的腿因為很接近 我現在就把皮刷再縮小一點 再往後 把膝蓋稍微做出來 往後一些 然後記得我們現在做 就是 身體呢 是要站 站穩的 所以我現在如果做這樣 再做這樣 再往下 覺得身體就會有點 不穩有沒有 就不穩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把身體往前 先把皮刷放大 這邊跟 利伯拉取有一個差別 就是它Mask呢 只能用畫的 還沒有那麼方便 但是 我們現在就是先用這個方法做 然後旁邊這邊可以稍微 Smooth一點 反轉 我們讓它的腿稍微抬高一點 一樣是用旋轉 這些就是 常用的小技巧 然後看一下側面 我們的正式圖在這裡 先把它抬高一點 抬高一點 現在要再把它縮短一點 再把它縮短一點 然後再把後面的屁股 這塊就把它調出來 上面這塊也把它拉上去 那現在因為有Mask 所以呢 Mask就把形狀折起來 就很方便 所以不要去 不要去偷懶 不要去說 這個我就懶得做 有做跟沒做也差很多 然後把膝蓋部分再拉高一些 再看一下 好 現在我們在正面 現在正面 把這腿往後拉 先把筆刷縮小 先拉到這裡 因為這一節比較短 現在我們主要以它的製作的設定圖來做 然後你先把這個把它拉遠 怎麼把它拉遠呢 除了這樣子各角度把它拉遠 用Smooth也是一個好辦法 Smooth Smooth 把它拉遠 然後 再是正面 這邊再把它拉高 一樣用Mask 我覺得它現在有點扁 所以呢 我決定用Infit 先把它變 厚一些 Infit先把它變厚一些 然後再回到G 先畫Mask 拉起來 再往下拉 它現在站得有點歪歪的了 站得又有點歪歪的 我們現在要一起轉 一起轉 用旋轉 然後去掉 使用Global 再按一次R 這樣就可以再把它調回來 這樣就可以再把它調回來 嗯 可不可以讓它做出半身旋轉呢 這樣也可以啦 這樣也可以 但是 這個我還是覺得 我們用H 隱藏手 然後從側面 然後用G 這樣也是G 把筆刷調大 直接調整它身體會比較好 好 腰 肚子 這樣子 這樣子我們調整一邊之後 你會發現 手的位置跑掉了有沒有 Ctrl H 現在呢 手呢 跑掉了 你可以用這個技巧 按Ctrl 點空白處 這樣子呢 你身體就被遮起來了 然後再把Ctrl H 嗯 不行 因為 這樣子它是連手一起 它不會說手現在就分開 所以這沒辦法 手還要再 挪一次 這沒有辦法 這有點麻煩 但是 就是 調整方法應該還有更方便 因為 手這樣子還要再挪一次 然後我們用G 再把手挪回來 再承開 八上面 就是 那 一分 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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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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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